矽谷銀行突然碰到 最後呢只能由政府接管宣布倒閉啊 倒閉之後矽谷銀行的客戶會怎麼樣 錢真的又拿不回來了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佳玲 嗨大家好我是Victor 欸佳玲你最近啊有沒有碰到什麼投資的問題想要了解的呢 有有有 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討論矽谷銀行倒閉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還有人說可能會變成2008年的雷曼兄弟 2.0引起一波金融危機 到底是真的嗎 嘿嘿就知道你要問這個問題 我早就準備好要為大家解答囉 不過呢在開始之前呢 請大家幫我做一件事情 要按讚訂閱分享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沒錯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矽谷銀行的背景 那矽谷銀行呢它是在1983年成立的 總部位於加州的商業銀行 那以2022年的數據來看呢 矽谷銀行擁有了2090億美元的資產 旗下的存款也有1754億美元 算是美國第16大的商業銀行 也是矽谷本地存款最高的銀行喔 喔聽起來好像蠻厲害的耶 但是我之前好像怎麼沒有聽過呢 好那這個矽谷銀行的主要業務啊 就是幫助科技業的新創企業融資 與美國將近一半的新創公司 還有一些技術醫療公司都有業務的往來 其中比較著名的像是Shopify跟Pinterest 喔我知道Pinterest上面有好多漂亮可愛的圖片 那既然有這些知名的客戶規模聽起來也不小 為什麼還會突然倒閉呢 好那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呢 我先問你喔嘉玲 你知道銀行是怎麼賺錢的嗎 欸是靠利息差賺錢的對嗎 嗯可以這麼說 再講清楚一點的話呢 可以把銀行的賺錢方式分為幾種 除了剛剛講的呢 銀行把大家存在裡面的錢拿去借給別人 賺取其中的利差 那像是我們刷卡交易時的商家需要繳交一個比例的交易費用 還有申辦各項服務的手續費 以及各種投資管道等等 這些呢都是銀行賺錢的方式之一喔 喔那銀行拿去投資的錢 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存在裡面的錢啊 啊沒錯 既然呢不完全是銀行自己的錢 所以呢你也可以說 銀行是用負債來賺錢的 那也就等於呢 銀行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會比較低一點點 這個跟剛剛討論到的 欸這次矽谷銀行會倒閉的原因 也有一點點相關喔 那快點來說說 這間原本看起來不錯的公司 究竟是為什麼會倒閉的嗎 事情呢可以從2023年的3月8號開始說起 當天矽谷銀行啊 宣布要售出價值210億美元的資產 那其中包括了美國公債 還有其他的債券等等 哇認列了18億美元的投資虧損啊 這個舉動呢 已經讓矽谷許多的新創公司戶呢 感到開始恐慌 但是矽谷銀行呢又宣布增資22.5億美元 來彌補投資的虧損 這個就引起整個市場的恐慌 許多人害怕自己存在銀行裡面的錢拿不回來 於是就開始大量的擠兌 擠兌的意思就是金融機構在短時間內被大批的客戶 要求領回原先存在戶頭的儲款 常常發生在銀運有重大負面消息傳出的時候 好 謝謝佳琳 於是呢 累積到3月9號啊 矽谷銀行呢 就被擠兌了高達420億美元啊 哇 這個金額呢 就佔了整個銀行存款總額的四分之一啊 母公司的企業股價呢 也創下20多年的新低啊 還記得前面提到的 當我們把錢存在銀行之後呢 銀行會把這些錢拿去做其他的投資 或者是借貸 那這個時候 矽谷銀行突然碰到大量的擠兌 一時之間拿不出這麼多的現金給民眾 最後呢 只能由政府接管宣布倒閉啊 哦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 周轉不靈 公司倒閉嗎 不過銀行把存款拿去投資 這不是應該也要賺到錢嗎 為什麼一開始矽谷銀行會需要 出售資產任列虧損呢 這個呢就跟升息有一點相關了 因為在前幾年 美國市場的利率非常的低 所以即使當時美國政府的長期債券利率也不高 但是呢對於銀行來說啊 投資大筆金額還是有一定的利潤 比存款利息高一些 不過隨著美國政府升息啊 那銀行要付給客戶的存款利息 就可能會超過債券賺到的利息了 再加上市場上的資金啦 變得比較不流通 相對債券的價格也下滑 那就讓大量持有美國債券的矽谷銀行 產生的虧損 關於升息的更多相關知識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影片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囉 那倒閉之後矽谷銀行的客戶會怎麼樣 錢真的拿不回來了嗎 喔沒有 矽谷銀行呢在3月10號由政府宣幣倒閉 並移交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 那政府呢為了避免引起恐慌的連鎖反應啊 也發表聲明啊 其中呢包括從3月13號開始 存款戶可以使用所有的錢 存款可以全部的領出來 矽谷銀行造成的損失呢 不會由納稅人承擔 會保護所有的存款戶 並且同意其他符合條件的機構 可以臨時動用一筆資金 用來避免其他類似的金融機構 再一次發生大量擠兌造成倒閉的情況喔 也希望屆時可以讓市場安心啊 嗯 真的好險有政府與這些存款保險機制 有他們在真的可以讓人安心不少 不過FDIC詳細的作用是什麼呢 台灣有沒有類似的機構啊 好關於這個FDIC的介紹呢 我們在這裡就先不多說了 想要知道的人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並且訂閱頻道 我們會再出一期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 也要一起討論 那我們使用的券商到底安不安全呢 嗯 儘管有了美國政府及時的出手借貫 不過我聽說 好像之後也有另外一間銀行要倒閉了耶 嗯 那這間跟著倒閉的銀行呢 叫做 SIGNATURE 主要的客戶是加密貨幣公司啊 那其中董事會成員呢表示 他們倒閉的原因呢 就是來自於矽谷銀行倒閉之後 產生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疾兌 好啦那這樣下去究竟會不會真的引發 再一次的金融危機呢 關於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呢 之後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那至於大家最關心的 會不會重演 目前呢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以及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呢 都認為不太可能會釀成系統性的風險 原因就在於2008年之後 美國對於金融機構有了更嚴格的監管 如今面對金融機構接連倒閉的危機呢 聯準會呢 也在3月12號發布了另外一項聲明表示呢 FED正在密切關注整個金融體系 並準備使用所有的工具 來支持家庭以及企業 也會著亮的採取額外的措施 置地新的保護措施喔 嗯 希望不要繼續蔓延下去才好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的經濟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以目前來說 雖然台灣跟美國的經濟有一定的連結 但是因為矽骨牛的影響範圍 主要是美國的新創產業 所以對於台灣的影響不會太大 不過這個當然也要看後續的發展 依照情勢再去判斷會比較準確喔 嗯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想知道更多其他主題的知識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你是我們那個 你們是我們銀行的VIP客 等等 好像喔 那我們把時間倒回2023年3月8號 - 阿關啊 我們去銀行拿錢喔 我要拿錢 我要拿錢 要扛你 大大少汙汙汙 不用擔心我們銀行社 現金非常充足的 騙啦 你是個騙子 場面逐漸混亂 我們可以看到 現場排隊領錢的民眾 我要瞄期待啊 越來越多 我們來訪問一下現場民眾 為什麼他們要來矽谷銀行領錢呢 真的矽谷銀行喔 哇 我當初那麼相信他們 我好不容易新創一個公司 我業務怎麼要上軌道了 結果他凡是這種事情 他有什麼倒閉什麼的啊 真是就是喪心的啦